民政事務總署今年4月開始接手少數族裔的支援服務之後 已經與4間非政府機構合作 提供語言學習、功課輔導等支援服務 有議員指有少數族裔到政府部門尋求協助的時候 經常受到歧視 而民政事務總署就說 未有收到任何歧視投訴 不過承認社會上傳有歧視的情況 少到街市買菜他們都會受到歧視 這方面我相信是整體社會文化的轉變 他又說會增加宣傳的力度 透過媒體宣揚包容及公用的訊息 香港歡迎電視記者袁俊浩報導